一句話讓觀眾認識你 YEAH 沒問題 請問創作資歷多久了呢 保守估計最低是十年 對因為我不是天才 我也是苦幹型的 對就是沒有什麼才華 所以我可以大賴丁都可以 YEAH 果然是努力出奇才啊 好再來 收到得獎充值的當下 是什麼心情呢 因為當初太多人在看那個網站 大家都在重整 文有結構 我說不信這一定是改圖 我一定要親自確認 所以我就一直按重整 重整快半小時 看到確定是自己得獎還 心中踏實這樣子很開心 到底是誰會這樣子惡作劇呢 請問雕魔師的創作源源是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玩電動 然後很多遊戲裡面 會有很多寶石系統 或是珠寶系統 那我覺得其實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切入點 就是把寶石 鑲到武器或是防具上 然後進行冒險 所以其實大方向的源頭 大概來自這裡 這部作品的字數滿多的 那你卡文的時候會怎麼處理呢 其實因為我覺得我最大的優點是 我不太會 狀態不好的時候硬寫 所以我卡文的時候 就去打遊戲去睡覺啊 反正飯之後吃午睡覺 該上班就上班 我覺得你衝過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就會知道自己狀態好不好 所以卡文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硬寫 我就是放鬆的時候 就好好放鬆 靈感來的時候就認真寫作 請和下一屆的朋友說說話吧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前幾天沒有講的 其實我真的不是天才 其實我覺得我看一些其他的作品 我覺得他們是 原比我有才華 文筆也比我好 就文學的那個造詣也比我更高深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讓我來說 其實還滿有資格的 就有一句話是我從辦話看到 他說才能是要用努力來開花結果 對所以我覺得我這麼沒有自製的人 都辦得到 大家一定都辦得到 那希望大家能夠付出全力去繳足 就是屬於自己的榮譽 謝謝 謝謝老師非常的勵志喔 謝謝 是沒錯